今天很高兴在梵蒂岗保禄六世大厅这里 请来马来西亚古晋总教区总主教夏长福 来与我们做访问的 夏主教你好 好 想问一下主教在马来西亚服务了多少年 我自己做神服务有42年了 当主教有16年过我服务 有42年的服务了 那也想问问主教 和我们介绍一下马来西亚的教区 有多少个教友和有多少位神职人员 我们天主教徒我相信有100万 这个是我们整个人口的数目可能有10% 神父们我相信有300位左右 没有真正的去除了 据我们所知马来西亚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 那在教会在福传上面遇到什么的挑战 有没有一些限制在那里呢 挑战有当然有的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的政府很对穆斯林很支持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跟会教徒的人民来传播福音 我们不惜 还有我们自己的学校就是教会的学校 我们学校在学生上课时我们不能够教道理 不过我们的学校有好多的回教徒的学生们 我们要给他们机会学他们回教徒的道理 这个真是给我们一个挑战 另外在马来西亚方面家庭木铃上面的最大的挑战 究竟是哪一方面呢 马来西亚教会又怎么样面对这个挑战呢 生活的费是很高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么家庭就是很小的 可能一个家庭有两三个孩子而已 因为生活费太高了 这个是我相信是最大的挑战 还有呢 现在的教育的程度 也是很多的父母为了他们的孩子很有大关心 就是在他们放学之后 很多的父母派他们的孩子去补书 那个就是减少他们家庭的时间 所以家庭就是父母有些工作 两位两位工作 晚上才能够跟孩子们见面 如果孩子们晚上去补书呢 那么他们见面的谈天的时间更短 这个是很大的挑战 在这个挑战当中 那教会有没有一些方法或者活动 去帮助这些家庭呢 我们有学生人他们放假时 很时常我们有活动 放学的活动好像学习语言什么的 不过我们谈区每个谈区都有主日学 这个主日学就是帮助他们 学生们更了解我们的教会的道理 这个是一个帮助 不过也是不够 因为他们忙着他们很多的活动 剩下很少的时间来学他们自己的心得的道理 不过我们尽量地做 马来西亚的家庭都有一个传统的观念 这个传统的观念上面 帮不帮助到西方国家一些开放式主义的家庭观念 去帮助他们在家庭牧林的教育上面呢 我看我们马来西亚有华人 有印度人也有马来人 好多也是土族的啦 我相信我们的婚姻跟家庭的态度 跟西方的差好远 我们还有传统的 好像尊敬父母啦 尊敬长老的 父母 当然他们也是很对他们的孩子很关心 不过西方也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借着这个网络 孩子们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现在态度慢慢地改变了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马来西亚 婚姻跟家庭的态度 会不会影响到西方的 那我不太清楚 不过我看西方的态度 都慢慢来 越来越商量 现在影响到我们年轻人很多 这个影响我相信会影响家庭跟婚姻 对于一些公教家庭的破裂 譬如离婚 再婚 教会怎样去牧养这些的教友呢 我们当然尽量地去做啦 一对夫妇如果他们有问题 他们要离婚的时候 要帮助他们是太迟了 因为他们的问题很深了 还有也有一种的批词的想恨 他们因为要想骂 想打 变成批词相恨 所以你要合作 要调和他们 那不是一个很容易做的事情 不过我们有好些节目 好像Marriage Encounter 我不知道华文怎样讲 郭语怎样讲 Marriage Encounter 我们自己本地的 Marriage Enrichment Experience 还有现在有Alpha Marriage Course 这些节目我们举办好多次 来帮助夫妇他们有一个更丰富的婚姻的生活 更加家庭的生活 不过到一到要离婚的时候 那个是太扯了 那教会有没有哪一方面可以帮到这些家庭的小朋友去面对这些情况 我们真是没有一个节目来帮助孩子们 不过有些父母他们已经离婚了 他们有些他们也是照样地派他们的孩子到我们主日学 所以孩子们他们来到主日学 我们就是尽量地帮助他们 教他们道理 帮助他们 有些能够帮助他们心里里面的问题 那个OK 我们尽量地帮助 不过除了主日学之外 我们没有这种节目来帮助他们 好像给他们一个给他们支持 不过要给他们开一条路 我相信我们没有这种节目 那其实今次主教会议讲到对生命开放 那怎样去鼓励一些年轻的夫妇向生命开放呢 我们有自然计划家庭的方法 自然家庭计划 所以每对年轻人他们要结婚 他们应该 我们要他们跟随一个课程 课程之内有NFB的课程 就是自然计划家庭 这个时候要吸引他们 给他们有一种开他们的心 Open to life 那在马来西亚当中 有没有提倡同性结合的议题呢 可能明明都有 不过公开都没有 因为政府是马来西亚很支持回教的政府 那么他们不许这种同性的分配 所以这个生了很大的问题 我们教会没有遇到这种分配 如果有的话他们年轻人秘密地做我们不知道 经过这个主教会议 你对这个主教会议有什么期望 和你对明明年的主教会议有什么期望呢 这次的新乐就是要预备明年的新乐 明年的新乐我相信比这个新乐更重要 我相信决定是在明年的新乐 所以我的希望就是我们能够很坦白地分享 我很高兴这边的主教们 他们都是很坦白地提出他们的经验 所以有很老实地分享 今天早上我们有听到他们把所有的意见 给其他的主教们知道 我很高兴因为主教们他们所体验出的 我相信就在今天的报告里面 明年的我相信是不容易的一个新乐 因为我们有教会的道理 关于分配的道理 我们要保持这个道理 不过我们在牧林方面 也体验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怎样要来调和 我们保持道理跟牧养教友们 他们在困难中 我们怎样要牧养他们 帮助他们 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相信明年的新乐 他们的责任比今年的更大更重 我就是祈求天主帮助所有主教能够 有一个很好的解决 来帮助我们主教们跟神父们 跟修士修女们 来帮助我们的教友们 尤其那些他们分配有问题的 家庭有问题的 今天很多谢夏主教和我们做的访问 遇一次 谢谢 遇一次